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个性阳刚的射手 自由与自私在你身上柔和的很巧妙 宇温和木讷 喜欢稳定自在的金牛 视火像新作对图像新作 彼此的思考逻辑全然不同 即使因互相吸引或是好奇而相聚 理论上要想长久牵手 是颇困难的 若你真的爱上金牛 请切记 绝对不要没有止境地欺负他 他对金钱有算计 但不会小气 他不一定精通吃喝玩乐 但只要他有能力 绝对会供你享受 千万别以为他对你的我行我俗不更生 就代表他会永远忍耐下去 一旦超过他的极限 他绝对会走 也绝不再回头 像牛一般的金牛座 和天性自由开放的射手座 两个可说得上是风马牛不相及 非但无共通点 属性也相距甚远 想拉近都不太容易 要维系更需要极大的努力 射手座的人通常好动 爱热闹 令喜欢安静的你难以忍受 但为了怕射手嫌你沉闷 不懂生活情趣 还得要面为其难 实在蛮惨的 稍嫌刻板保守的金牛 可能很难抵抗突如其来 如火般热情的射手座 尤其是当它总是很自然地在你面前晃动 让你逐渐习惯了它的存在 等你被引燃时 可能射手又已转移了目标 它太热爱自由 所以即使你是吃定了它 可还是很难将它拴住 除非你宽容的心能胜过内在的占有欲 那还有些机会 或者你的射手能安于平淡 两人也会很美满 不过若你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没在事前认清 即使你们能相互纵容 还是会分道扬镳 金牛座不是个无忧无虑的心作 但却是个扎根于家庭与社区的人 金牛座稳定的性格是吸引你的一点 但那也正是使你们分开的原因 渐渐的你会开始觉得对方太过实际 谨慎 总之是负责人过了头 令人觉得有点乏味 刻板 相反 金牛座觉得你太过乐观 不够格靠 太无忧无虑 金回音一念之差就抛下所有东西 跑到国外去玩 射手座的这种行径 对金牛座来说实在没什么好处 射手那令人难以接受的坦诚 相信你一定深有体会 金牛座想从你这里得到承诺 而且越快越好 这恰恰是你怕得要命的东西 你越想抽身 你的金牛座亲人 就会变得越有战有欲 而这又会将你逼疯 我说这些可不是要打经你的事迹 要处于那些能使你们关系更亲密的因素 每一段感情都会经历被称之为恋爱倦怠气的阶段 仅你太爱对方而产生的负面效果 比如你们之前都很需要的稳定却渐渐变成单调乏味 射手座的你 如果有些切实可行的愿望 会有助于使你们的关系更美好长久 即便这可能不是你的强项 好的一面是 金牛座为了生命而寻找伴侣 而且很少迷失 金牛座会存钱 还会给你一个可靠的投资计划 这些靠你一个人可能永远都做不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